我也是被盗而止 你的心态老了 才教室真的是老 1970到80的人代 我也上街头 这些非常惊悚的案件 背后都有它的社会成因的部分 我们要颠覆大家 被台湾的想象 你在听我吗 大声一点 再大声一点 拎着你的耳朵 拉开你的听线 21点听台湾 有最坚强的客座主持群 我们不怕你大声 就怕你不发声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张宛如 今天是礼拜四 1月5号 而我们的21点听台湾 已经进行到了第四集的播出了 不晓得听众朋友 您是不是每天晚上21点 都锁定在我们央广的频道呢 这几天 其实宛如都陆续收到 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 鼓励支持 当然也有建议了 于是我今天要在这正式的宣布 有一位我们忠实的听众建议宛如说 新节目开张 是不是应该办一些新的活动呢 真的是蛮棒的一个想法 于是宛如就想办一个活动 来问问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您在这一两个星期当中 收听我们的21点听台湾 哪一天的节目 您是最喜爱的呢 记得赶快来封信给我 就把您的票投给那一天的节目 还有客座主持人 当然了 您也必须写简短的几个字 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您喜欢这个单元的设计 还有这一位客座主持人 有很多张片票 您可以每天投一张 您也可以每天投五张 您可以喜欢一个节目 就死终投给那一位主持人 您也可以天天投票 投给不同的主持人 当然我们要看最后 谁的票数是最多的 投票的管道就是我们的email 21小老鼠rti.org.tw 21小老鼠rti.org.tw 那到底怎么样抽奖法呢 其实宛如先生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在1月19号到1月25号 我们会开现场直播call in 对不对 我们会请得票率最高的那一位 客座主持人 亲自抽出幸运的听众朋友 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呢 好了 不管怎么样 就欢迎大家了 在1月2号到1月13号之间 赶快收听我们的21点听台湾 同时也写下您所支持的 客座主持人和节目的单元 以及50个字之内的收听感想 记到21小老鼠rti.org.tw 宛如每天都会收信 所以等待您的来信了 好 今天是星期四 推出的单元是周四新闻夜 我们请到的是台湾知名诗人 向阳老师 从他诗人的角度 从他社会文化观察评论的角度 来看台湾的新闻现况 当然也希望这个单元设计 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台湾在想些什么 向阳老师你好 宛如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向阳老师在12月底的时候 曾经在我们早安台湾担任过特别来宾 跟大家先透露了一下 那今天向阳老师正式的登场了 所以在未来我们每个礼拜四 要请向阳来谈文化 来谈时政 也重要的是 带着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更深入了解台湾此刻的公民社会 好 那老师 我们在每一集的节目一开始 都会选一首歌 要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老师 哪一首歌 在今天是第一集节目 你要选哪一首歌送给大家 我就选台湾的歌手 黄运玲 他用我的一首诗 叫草根 所作的歌 歌声非常高框 具有一种不被任何的 可以说叫做势力 或者各种的打击 所击倒的那种草根的精神 你任你怎么样的惨绝我 我到了明年春天 就开一片翠绿的草原 给你看的那种感觉 草根 草根是我当兵的时候 我当兵 我大学毕业22岁 所以当兵的时候 大概23岁 我担任工兵 工兵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做工的阿兵课 是 所以每天都是圆敲十字岗 工作很累 早上八点出去 晚上九点 才拖着疲倦的身子 回到营里面 然后就睡着了 这个时候我就想 我就好像是一个草根一样 在泥地上 在实力当中 被别人铲掉 铲除掉 那假设我能够自己 能够有所成就的话 可能就要 能够要忍耐 要忍耐 要像草根一样 忍耐各种欺凌 欺负 那尽管别人 不管怎么样的铲除你 你还是要咬紧牙关 因为要有一个信念 明年春天 还你魅力的微笑 就这样写这首书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晚上 一起来听这一首 向老师的作词 黄玉玲所演唱的歌曲 草根 只要弯露在趋岩中跷离 我便默默深处处寻 迷寻迷途 总是另一次扎根 坚固而愉悦的旅行 你再度来到 春角乃着一片风潮 我坚然管你 美丽的微笑 我坚然管你 美丽的微笑 二十一点听台湾 收听游里活动登场 方法一 收听元月二号到十三号的节目 写下五十个字以内的评厚感 方法二 为自己喜爱的单元 或客座节目主持人 投下神圣的一票 还有写下投票的原因 也是五十个字以内 票数无限哦 方法三 把您的文字email到 二十一小老鼠rti.org.tw 方法四 收听或收看元月十九号到二十五号 二十一点听台湾节目的脸书及微博 call in 现场直播 我们将邀请得票率最高的客座主持人 在他的节目现场抽奖 并发表得奖感言 一位最最最幸运的听友 将可以获得主持人特别准备的神秘小礼物哦 再次强调票数不限 如果每天的单元您都喜爱 绝对欢迎天天来投票哦 二零一七年 咱们一七高调支持 二十一点听台湾 大家好 我是诗人向良 即日起每周四晚间九点到九点半 我在中央广播电台 二十一点听台湾 周四新闻夜与您见面 是阳光 穿透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 环绕着地球飞翔 看懂新闻 了解台湾公民社会 就在周四新闻夜 好 听众朋友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二十一点听台湾节目 我是张婉如 在今天周四新闻夜的第一集播出 我们请到向阳老师 他是现在台北教育大学 台湾文化研究所的教授 兼图书馆的馆长 同时也是台湾文学学会的理事长 好 老师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草根 听起来 老师 好像你以前当兵的时候 遭遇很惨很惨 我还好啦 因为主要就是我是二等兵 什么叫二等兵 就是军中最低阶的那一种 虽然是大学毕业 在1970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 可是因为你没有考上御官 也就是没有考上军官 所以进入军队里面 你就当大头兵 差别很大 天壤之别 当军官的时候可以移植死器 指挥东指挥西 当大头兵 就是别人要你干嘛 你就乖乖的做 要你府地挺身 你就府地挺身 要你交互蹲跳 你就交互蹲跳 要你去做工就做工 所以这个大域非常不同 几年前台湾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抗争事件 就是洪仲秋在军中因为被不当的管教而致死的事件 当时台北街头有一群穿着白衫的人走上街头 那时候宛如也在街头上 但我的角色比较多是一个观察者 我就看到很多的婆婆妈妈 因为一般我们在采访社会运动的时候 比较少会看到这一类的族群走上街头 于是我就在偷偷的旁边听 这些妈妈们在聊些什么 他们就说 我真的是第一次走上街头 就是为了这一次的军中不当管教事情 社会运动 当然这几年来 特别是520参议委总统上台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事情走上街头 这就是一种台湾民众抒发想要表达的方式 白山军就是洪仲秋的命案 它后来引发的效应很大 除了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婆婆妈妈会上街 原因当然很简单 每个家庭都有孩子 孩子都要当兵 假设这个制度不改善 这样的问题不解决 那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 所以它就变成 受到每个家庭重视的议题 那它的后续的效应是 接着的后面的这个太阳花 太阳花学运 这两个是年代的 一个是白山的一个是太阳花色 比较是黄色的那种那种运动 从这里一路下来就年轻人 开始争取他们在公共领域里面 发生的权利 而且他们有他们的主张 比如占领行政院 这个在 以我这个年纪 现在60岁50岁的人来讲不可思议 怎么敢占领政府单位或者公家机关 而且在台湾的刑法里面 这个也是要判罪的 可是现在年轻人 他的主张 他认为 你们在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国会议员 你们没有没有倾听人民的声音 所以我们占领国会 我们要把声音直接在国会里面表现出来 这就跟洪中秋的案走上街头一样的 他都是最基层的最年轻的声音 在台湾的公共领域里面 采取了一个姿态 而且得到了胜利 但是这些人的爸爸妈妈 可能真的很担心 当然 当兵的担心 孩子在立法院也担心 对 这些孩子里面有些 他不是本省人 他们的父母亲都是蓝色的 他们是蓝二代蓝三代 结果都跑到立法院去了 这个在那个家庭里面 简直不可思议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当太阳花运动出现的时候 很多比较传统国民党的家庭 还发生家庭革命 这个爸爸跟孩子 阿公跟孙子 吵架 在街头把孩子直接想把他拉回家 是的 也有这样子的场景出现 可是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老师你还在学校是教授的角色 其实长期跟这些年轻人相处 我们常说现在这一代的台湾年轻人是天然毒 对 这些孩子的思想是什么 台湾的孩子为什么会有三个字 叫天然毒 这三个字的用语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跟我们过去在分蓝跟绿的时候已经不一样 过去228事件之后是用本省跟外省来分 所以感觉这个是个省级的冲突 或者用蓝绿 就是偏国民党还是偏民进党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冲突 可是来到天然毒的时候不是 因为这群年轻人他们没有省级的问题 他的爸爸妈妈是外省人 无损于他是台湾人 他的爸爸妈妈是本省人 也无损于他在政治上的一些主张 所以这是第一个 他们自然而然的认为自己就是台湾的主人 台湾的主人的这样一个思维 已经成为这群年轻人共同的标记 所以他们就是太阳花开得很鲜艳很艳丽 然后在阳光下充满着希望 要打破黑暗看到天光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在太阳花学院里面 看到这个天然毒的部分是 是国足认同的部分 也就是说省级或者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从哪里来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生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我要为这块土地 还有跟这块土地有关的公共的事物来发生 所以他们有主张 他们不是那种绵羊 他们有自己的主张 他们对这个国家有意见 对政府的路向有看法 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那这个部分后来就发展出了 这个新的政党了 就黄国昌他那个时代力量 是 而且现在也威胁到民进党的执政 现在已经开始威胁到在立法院 已经成为威胁民进党立法院 党团的一股力量了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很吊诡的是 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去年 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 其实台湾的街头运动 并没有特别的减少的一个迹象 大家有话还是上街说 好这个现象是很正常的 所谓正常就是说 当每一个人的权益 受到损坏的时候 他第一个无处可以伸冤 他就走上街头 第二个他有处可以伸冤 但是那个冤屈却被压抑 而且没有得到他合理的答复 他上街头 第三个他有主张有见解上街头 台湾目前的状态是三种人都会上街头 比如说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 因为公司忽然之间恶性的倒闭 那这个不平 这个全社会都会支持 所以他们会上街头 他们力量会大 早期那个华航的也是 华航航空的空服员要求 这个加班 津贴 这些都会受到 劳动条件的改善 他都会受到社会的支持 这个时候他们上街头就变成有理 上街有理 可是有些上街头是没有道理的 也许他为了只是个人的利益 那那种也一样上 可是社会不会甩他 所以他也不会引起任何的火花 但是也没有人会因此骂他们 不会 因为他也是他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台湾 在这个部分 在街头的这个部分 已经非常理想 1970到80的年代 我也上街头 但那个时候的街头 是比较危险的 会有那个水珠 水珠 很强的水珠 然后水珠还有颜色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喷在你身上 等一下抓人比较好抓 身上有颜色的水珠的人 就可以抓了 农民弄警察吧 农民打到头破血流 拉到厕所里面继续打 那个年代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都没了 所以现在是非常好的一种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社会健康 健康疗法 健康疗法 因为人有不满都要疏解 要正常的管道 当然有些运动 是经过正常的申请 合法的程序 就让你去书解 然后政府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聆听民众的意见 没错 今天周四新闻夜 请到的是向阳老师 跟大家来聊聊老街头运动健将 怎么样来看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之后 再回到今天的21点听台湾 我是诗人向阳 我是主持人张婉如 2017年1月份开始 每周四晚间9点到9点半 我将在央广与您分享 台湾的种种台湾的声音 央广全新计划21点听台湾节目 我们开辟了脸书粉丝团 新浪微博 想随时掌握节目最新动态吗 赶快来搜寻21点听台湾 是阳光 穿透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 环绕着地球飞翔 听众朋友晚安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21点听台湾 我们礼拜四 新闻夜请到的是 向阳老师跟大家 从诗人的角度 从社会评论者的角度 来看台湾的公民社会 上个阶段跟大家聊到的是 向阳老师身为一个诗人 一个文学家 可是也曾经走上街头 走上街头 大概台湾因为1979美丽岛事件爆发 那爆发的时候 1980军阀大审 把八个美丽岛的重要的领导人物 全部用军阀来审判 包括黄信介 包括施明德 吕秀莲 林毅雄 这些人全部 还有张俊宏 全部被处以重罚 对 当时的场景 法院就是在现在的 景美人权园区里面 那个历史性的照片 都还挂在里头 没错 军事法庭 对 那这个结果呢 就导致了 当时的年轻人 开始反省 那这个政权 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的 合法性跟合理性 像我那个年纪 大概将近30岁 我们几乎每天 只要有党外杂志 就拿来看 然后党外有活动 大家就上街头去 去帮忙他们 那这个活动里头呢 当然有的是很 比较严重的 严重的部分呢 比如说 警察会拿警棍 来打这个游行的民众 然后会出动震报车 或者出动这个消防车 用消防水的水柱 来冲散群众 群众本来就乌合之众 那党外的领导人 就站在街头 急呼狂呼 那大家跟着喊 就这样的日子 那个年代有战车吗 现在所谓的战车就是 在一个货车上面 登高一呼 战车通常是为了选举 战车通常为了选举 然后在党外运动的时候 就开始了 战车是从党外运动 因为没有自己的车子 所以用那种载货的小货卡 然后在上面加上了可以站的台子 那台子上面再加麦克风 或者音响放在后面 这样就可以成为战车 然后整个车子装满战旗 然后就到街头 可是这种如果在群众运动的时候 它都是最快不见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被陷阱拦下来 会被把轮胎放弃 然后把里面的司机抓下来打 对 因为它让你没有声音出去 刚刚所谓的抓下来打 打 就是明目张胆的打 那当然那个年代哪有什么 哪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那个年代 我刚刚跟你讲媒体只有一家 就是自立晚报 那自立晚报总不可能每一个都报到 那其他的都不会报 所以打都是正常的 我记得19 忘掉是哪一年 520运动 520运动的时候 我已经担任报社的总编辑了 我们派记者 从早上 那是农民 台湾的农民 因为总统是李登辉 那李登辉是农业博士 所以台湾的农民 认为应该上 在他的旧旨典礼的时候 来诉求农民问题 那就是台湾农权会 它是一个社会团体 号召了南部 中南部的农民来到台北街头 示威 然后结果怎么样 很惨 那一天的台北街头 雪见台北街头 很多农民被打得 头破雪流 那就在台北火车站 包括厕所里面都有人被打 打得重伤 我们报社派出去的记者 我们在济南路 其实离台北车站也很近 派出去记者 也被打破头 然后抱着头回来继续写稿 继续发稿 那一天晚上我记得 我是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我们本来 我们的报纸 一般 十点初早报 晚上十点 那我们为了要收集这个 这个 当天的新闻 所以就一直等 等 等到三点 等到四点 我们才 才印报纸 那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再把这个报导的工作交给当时的智力晚报 那我们早报晚报 这样连着报导 所以可见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的社会运动 政治运动 战况非常激烈 就连记者去采访 死伤非常惨重 都会流血 对 而且没有地方讨的 你也不能去抗议 流血就自己包扎算了 不能申请国赔 没有国赔 那时候也没有叫做国家赔偿 这一件事 没有这个概念 当年年代 没有那个法律 1980 1980 沈阳老师当时是在这一报系 担任总编辑的工作 记者在当下应该是一个使命感 是一个要立刻把现场的画面照片 赶快的带回报社 根本就不管我头上是不是在流血 对 因为那时候被警棍打到会痛 当然会破皮 破皮就流血了 如果严重 那当然就送到医院去的 所以现在上街抗议 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还有SNG车 有各式各样 现在人手一支行动装置 我虽然我是上街的一份子 可是我如果看到不对 我立刻就拿起我的智慧型手机 拍摄下来 然后再上传到网路上 所有人可以看到不当的对待 没错 尽管如此 还是会 比如说你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时候 还有后来更严重是占领行政院的时候 我刚刚讲到那个戒严年代的水车也出来了 那警察警棍也出来了 警察也修理那些没有被摄影到的人 落单的人照样被修理 还是有一些都流出来 还是看得少 但是那个水柱 老师你刚刚讲到水柱 我就想到太阳花那个时候 公占行政院学生们被冲水柱 然后他们就在描述 那个水柱多可怕多强 没错 可是对于老前辈来说 那个水柱还有颜色的 这个一代一代不一样 对 所以现在回想一下 老师您以前上街头那时候 撇开媒体采访的工作不谈 再往前推 是不是也有在学生时期 上街的一个经验 我学生时期 曾经在高中的时候想上街 但是没有上成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发生钓鱼台事件 那个时候年轻人义愤填膺 所以我们高中生活就想 我们应该找同学们 大家上街头去抗议美国 那结果被教官挡下来了 因为钓鱼台的事件 是不能去上街头示威的 钓鱼台的事件 为什么不能上街 这要怎么解释呢 你要晓得 台湾在戒严年代 威权统治年代 参加保卫钓鱼台运动的人 都在海外 那些人是不准回台湾 他们是黑名单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定调 反对钓鱼台 在1970年代的时候 就是共产党 是这样 对 这个解释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刚刚有点听不太懂 为什么不能上街 它不是一个爱国行动吗 对 那个年代不是 那个年代 这些人都是左派 也就是跟陈应真一样 他们都是共产党 在国民党的定调里头 这些人都不是国民党员 都是共产党 所以你想想看 要参加保调 参加保调 国民党是不会让你保的 那个年代 好 我们今天花了一集的节目 跟听众朋友 来谈台湾风起云涌的街头运动 从早期1980年代 一直到此刻的台湾 我们在每个礼拜四的周四新闻夜 都跟大家来聊一些新闻有意思的话题 然后向杨老师 在过去长期担任媒体工作者的角色 也会带给所有听众朋友 一些不同解读新闻的面向 当然我们一开始所放的歌曲 如果听众朋友 您也想来参与的话 我们也开放点歌 所以如果您在礼拜四想点什么歌曲 送给哪一位新闻人物 或者是哪一个新闻话题 您觉得适合哪一些歌 您都可以来信给我们 我们的地址是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 北边的北安全安 北安路55号 21点听台湾 节目收就可以了 或者是赶快搜寻一下我们的新浪 微博以及脸书粉丝团 搜寻21点听台湾 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举办的是 我最喜欢的21点听台湾单元票选活动 赶快来投下您神圣的一票 当然这活动不是只有一票了 您可以每天的单元都喜欢 这当然晚上是最开心的了 因为每天您都喜欢嘛 所以只要您言之有物 今天收听节目的感想是什么 为什么您喜欢这个单元 今天的这个节目 这个客座主持人 您都可以参与我们此刻 正在举办的一个赠奖活动 我们今天跟向阳老师的聊天 就聊到这了 谢谢老师 谢谢王如 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再见 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向阳 在人生的路途上 总有一些不顺顺 不如意 有时与其埋怨 不如先停下来 休息一下 等明天的太阳出来 再说 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